我们大猪哥 大猪哥生一个这么好 还要双休啊 离公务员出生的 不是不是 就是主要为了家庭团聚 小孩子 孙子回来 我们聚一聚 过年放一个月 真情为了生活 生活也为了真情 合肥公务员餐厅 双休日休息 过年放一个月 比公务员还公务员 这就是合肥必吃的 大猪处在馆 一看老板呢 为什么看老板呢 可在里面两个随机 我们点菜 这个店成功啊 设计跟这个安排 气场很重要 进门之后 这特别友好 看什么都能点 油热认的猪耳朵 蒸干 这个是红烧肉 这个是咸鹅糊的黄豆 这个是白汤羊肉 帮我们介绍一下 必点什么菜 有排行榜 第一是鱼 第二是粉蒸排骨 第三是油泡河虾 三个都要 红烧猪熟 毛豆炸酱 再炒两个素菜各的 都说好吃 热火朝天 哪个是大猪啊 大猪师傅 穿黑背心的大猪师傅 带着一丝 男人的硬朗跟彪汉 又有一种匠人精神 你是小猪啊 我不是小猪 我觉得它吃 我们来看看里边 这具备上满了 空的也是给人留着桌 我们只能坐在外面 我们也没订 零食过来 在你们这儿 200块钱能吃不到饭吗 200块钱 三个人都可以吃到饱饱的 那这个200还是真的 关注我几年了 终于到合肥了 你看今天 绑子断了都要来吃 一个是菜好吃 第二个是建议的 这么支持我们 安能喝起了 活过学 不是 假客起 这个是本蒸排骨 哇 现在越来越奖劫了 越来越肉了 现在好多店都是用的排骨 你看全是寸金骨 嗯 骨头都酥了 一咬就裂开 真的特了 对 它真的非常特 这个是他们家 名菜必点的鲫鱼 你给我报个 你心目当中 合肥土在馆 前十名 部分排名 大猪算一个 历心 远程算一个 社交算一个 二毛 精灵 大众土在 对 还有在市民院附近 有个礼祭 还有一个现在合肥 比较火的傻子土餐 如果没有大肠 这个店好像就是 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 就不能代表合肥土在馆 就是每个店 大肠拿不出手 这个店可能就会 对 是的 我说这些 怎么下个什么演员 怎么那么上 这个店有三十年 一直在这儿吗 老式东西 以前这边挺欢欢 如果姚力 当时如果发展好了 搬个新地方 也活不起来了 这是很奇怪的问题 这合肥很多 包括面馆还是土在馆 越脏 搬了一个地方 就不一样 不香了 说起来不香了 不是没有烟火吃了 哎呦 这鱼籽香了 鱼就嫩啊 鱼籽香啊 难得在河飞 能吃到一点点甜味的 红烧鱼 以前这样烧红烧鱼 放糖吗 不放吗 放点糖好吃 红烧在这儿不放糖 虾子啊 又新鲜又饱满 炸一下 特别下酒 这个事情就叫良性循环 你的菜得到 所有的食物都认可 菜就不仅的更新 保持着新鲜 你的进货量越来越大 你又能拿到更低的价格 不要想斜盆歪 想要拿来省一点东西 没有捷径可走 你用鞋盆歪道 你可能之前付出 努力跟时间 全部白费 一夜之间回到 还不如解放点 我是不是喜欢 第一个吐车的就吐车啊 兄弟是做医疗的 主要是做骨科的 以身试法 毛园鸡蛋汤 就是小毛肉圆子 肉圆子鸡蛋加蚕豆 哎呦 六个人 七菜一汤 466 吃的太漂亮 给450块钱 大猪除在管 不屈死刑 好 好吃